首先我們來關心 中國祭出了懲治 臺獨二十二條意見之後 陸委會昨天已經宣布 調升中港澳的旅遊警示 為橙色燈號 避免非必要旅行 而國民黨立委質詢行政院長 朱鎔泰的時候也關切 未來是否不排除轉紅色警示 朱鎔泰則強調 只要視中方的態度而定 我方希望就此和緩 立信交流 不過美國亞太住卿康達 對於懲治臺獨的新規 也感到憂心 就怕中國會擴大到境外使用 日前中國祭出懲治 台獨新規 我方也祭出反制 陸委會二十七日宣布 調升中國大陸及香港 澳門旅遊警示為橙色燈號 建議民眾避免非必要旅行 藍尾質詢時也關切 未來是否不排除轉紅色警示 要看對方的態度 我們希望就此和緩 改變態度 大家都能夠和平理性的交流 附中港澳旅遊 橙色警示會維持多久 朱鎔泰強調 要視中方態度 香港批評是在抹黑港版國安法 表達譴責和反對 國民黨主席朱麗倫認為 兩岸敵意螺旋不斷上升 非常不利 附中旅遊警示升級 兩岸互別瞄頭 但針對懲治 台獨新規 美國亞太主席康達 表達憂心 中國可能會擴大到境外使用 對臺軍售部分 康達透露美臺達成共識 臺灣發展不對稱戰力是最佳方式 美國正在盡一切可能促使建構臺灣的威者能力 不過兩岸關係雖然緊張 福建旅遊業 附馬族彩線團 未受旅遊警示升級影響 二十九日仍照常舉行 陸委會也批准二十六位中國籍人士 來臺參加第三十五解禁取獎 歡迎兩岸音樂及電影的交流 記者黃曼莊志成林靜倫 整理報導